美国导弹防御局局长 范妙尔格里维斯对此进行作证指出 在最多七年以后 或将在F-35战斗机装备的传感器的基础上 将这种战斗机升级成 可以执行反倒任务的平台 从目前来看 美军正在几罗密古德 将所有F-35战斗机升级为B-LOCK-3F版本 使其具备完全作战能力 去年该机成功完成了同时对各地面目标的打击试验 也预示着B-LOCK-3F已完全成熟 美军正着手开展F-35的B-LOCK-4升级计划 只在原有软件的基础上 升级新武器 进行网络变更等 因此 在F-35上 继续拓扎反倒能力 对于美军而言问题不大 到了2019年 导弹防御评估报告正式出了 报告聚焦目前美国面对的主要对手 将为这些对手具有严重的弹道导弹 和高超硬素武器威胁 且美国当前的反倒能力并不出色 美国将扩加反倒系统层次 从宏观提升反倒水平 以F-35为首的空机反倒平台 也被报告陷入 五角大楼从不必会 乃以拦截助推断弹道导弹的问题 他们希望 未来 F-35战斗机 可以担负起来 截该阶段导弹的重任 通常来看 一枚发射过程中的弹道导弹 会经过三个步骤 即 有助推断到中段 再到最后的末段 其中 处于地球大气层外的中段 过和速度极快的末段 根本不是战机等平台 所能带负起的任务 这些都由萨德等平台担任 但试验拦截效果不佳 为此 五角大楼将希望寄托在助推断拦截 这也是最有希望的 该阶段通常会在对方国土境内 如果要对这一阶段的导弹进行拦截 则必须有相当的野生武器突破渗入 并将对手导弹摧毁于地面 这就是F-35 拦截助推断导弹的优势 换言之 美军希望自王云里在2025年前后 让F-35将可以担负起这样的角色 拓展拦截手段 F-35 有这个能力吗 答案是肯定的 F-35战斗机装备有先进的分布是孔径系统DAS 型号为AAQ-37 这种系统能轻易获取导弹发射热量巨大的伪流 并把导弹数据输送到反导系统并进行拦截 F-35早于2010年就进行过这种试验 当时 该机的分布是孔径系统 顺利获取了近1300千米以外的导弹把弹尾延产生了红外特征 F-35战斗机 于2012年又一次成功通过分布是孔径系统 获取到处于发射阶段的五枚把弹 该机还可以通过AAPJ-819原相控阵雷达对弹道导弹进行监视 可以将获取的情报汇传至反导系统进行拦截 F-35战斗机还进行过分布是孔径系统 和AAPJ-819联合工作的事 耶 这种结合使F-35在2016年顺利捕获倒侧之用的弹道导弹 将其数据传送制到宙斯顿系统 后者通过标准导弹将弹道导弹击落 美国还将AIM-120先进空空导弹进行改装升级 使F-35具备弹道导弹的热拦截能力 即直接捕捉 直接击落 无需任何外界反导手段辅助 美军集结希望可以打造一支由F-35连身战斗机 组成的规模可观的隐身反导空机机群 届时可以对导弹和高超音速武器茁壮成长的俄罗斯和中国形成威慑 挽回目前美国在反导领域虽然武器门类齐全 但是水平比较有限的被动局面 这也反映出美国量低从宽的一贯作风 尽可能发达对手威胁 保证自己在所有能想到的领域 保持绝对优势地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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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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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